5月9日,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2019年1至4月,中国外贸净出口9.51亿元 同比增长4.3% 高峰表示,2019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开局良好,尽管出口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但外贸总体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 其中,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净出口拉动作用明显 国际市场布局呈现出多元化 从国别看,我国对欧盟、东盟、韩国、俄罗斯等出口 分别增长14.2%、13.4%、7.7%和9.1%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 净出口增速高于整体4.8个百分点 占比提升1.3个百分点至28.7% 今年春季广交会期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商成交占比分别达到45%和35.8% 高峰介绍,2019年1至4月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不断提高 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升级,贸易方式继续优化 对动了外贸稳中体制 进口方面由于国内经济运行平稳带动了进口的增速回升 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.3% 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今年前四个月 进口增速较一季度提高2.6个百分点 原油、成品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分别增长8.9%、8.8%和16.4% 原油、铁矿砂、天然气等十大类大宗商品合计进口1.14万亿元 同比增长9.4% 拉动进口增速2.3个百分点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到五一小长假国内消费市场情况 高峰表示五一小长假期间各地销售保持较快增长 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稳中体制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、价格稳定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测算 五一小长假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.95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增长13.7% 实现旅游收入1176.7亿元 同比增长16.1% 大众化老字号特色餐饮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重点旅游城市景区餐饮成为消费的热点 比如西安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 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.1% 成都市20家品牌餐饮企业 营业额同比增长了11% 另一分钟 参加工具